第一个是在武汉病人最多最乱的时候 政府采取了复杂的措施 这四类人 一类是疑似病人 一类是发热病人 一类是留官的 一类是密切接触的人 这四类人进行了坚决的隔离 隔离以后 要进行了普遍的用中药 从二月初的中旬 这四类人 新冠肺炎的确诊率 有80% 降到了30% 第二个是中药治疗 这个中药治疗 显著的降低了轻转重的比例 使病人减少 也是我们取得这次胜利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第三个是重症病病人的 中西接触 降低病死率 那第四个是在恢复期 促进健康 减少后遗症的发生去 我们目前在武汉 多家中医院开展了 康复门诊和康复病房 那么在恢复期 发挥中西的优势 那么对于病人的 力增减少后遗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